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人兽共生的神话时代 他们为了更长生 应该是把某种史前动物寄生在了自己的身体内部 同时也达成了共生关系 福西应该是与一种特殊的蛇共生 这样他不但可以获得那种特殊蛇的寿命 而且还能保持人的思维 但缺点是蛇会 寄生在人的身上 使人变成半人半蛇的样子 最后变成一种妖怪的形象 当然福西女娃虽然寿命很长 但是还是会死 那是因为当他们体内的寄生蛇死去的时候 他们也会一起死亡 根据现代的考古 挖掘出来的一些古代文献资料显示 福西活了一千一百岁 这就应该就是他体内共生蛇的寿命 历史在向前发展 福西死后 冬一部落开始分裂 皇帝的一只来到中原 开始发展农牧印 吃油的一只在河北 极大的发展了福西的青铜文明和巫古祭祀 西王母的一只来到了昆仑山 他带走了大鸟蛇和虫的秘密 根据《山海经》的描述中 皇帝、吃油、西王母都是半人半兽的怪物 而且他们的寿命极长都在千余岁左右 人如果正常就可以达到体内共生生物一样的寿命 如果人出了意外 只要体内生物还活着 由于长期共生 他便有了人的记忆和仪式 就可以继续和另一个被吸引去记忆的人共生 实现转世 不过人寿共生的缺点是 虽然使人有了鸡肠的寿命 但是外表会变成妖怪的模样 早期西王母一定是用了这种办法的 所以对西王母的记载都是半人半蛇的妖怪形象 那些在蛇找鬼城中的壁画上出现的半人半蛇的女人画像 就可以证明这点 因此可以大胆推测 在那个福西女娲的神话时代 人类中已经有一部分上层阶级的人 通过采用人寿共生的方法获得长生的能力 而且这部分人还获取到了部分共生生物的特殊能力 比如蛇的费洛蒙 甚至还能将这种能力遗传给下一代 沙海里已经提到像黎醋 乌邪和乌三省等 他们就能够读取蛇的费洛蒙 这就说明了 黎醋和乌邪家族的祖先 一定有着和蛇共生过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 黎醋的背景身份 很可能与乌家有关 另外乌家的家族历史也很有可能与张家和西王母有关 到底真相如何 维哥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为大家解密 欢迎收听本期的维哥影视说之道目笔记系列 下期我们将分析一下蛇矿的秘密 欢迎继续收听及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